第2166集 天穷上 圣谷为石 道兵为奇 神经为文落 璀璨夺目 叶凡华克振文 引动诸天兴力 浩荡而来 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人们看不到 因为都在祖龙脉中 而苍穷上却一览无余 茫茫星辉汗如烟海 倾斜下来 勾动了朱天 这种手段读了乾坤的造化 众人倒心冷气 不管怎样说 今日一战 叶凡注定明镇六合霸荒 谁敢应封 一个人呢 能可以调动来这么多地气 任谁都要头皮发麻 而此时他又展现出 这种元术造诣 让人更加忌惮 将他列为了傻星 在许多人眼中 他是一尊需要远辟的大摩尊 叶童说道 师父的元术终于达成了 张五爷全下有知 也会深感欣慰 岁月不饶人 张五爷早已逝去很多年了 他并不是一个修士 只懂得一些粗浅的修炼法门 而其元术也未登堂入室 寿命有限 天之村许多人低于 这就是志强的元术嘛 达到一定境界 就可以改天换地 他真的做到了 叶凡而今超越了元天师境界 这么多年的悟法 比肩几位祖师 更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可以发振封天 像晋仙六峰这种推演出来的 禁忌元术纹落 也只是这座绝世大阵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阵法寄托了他多年来的元道精华 这座法阵包含在人族第五师城 所看到的超级星域神徒法则与阵文 亦凝结了元天师一脉 数代人的心血 这是各种元术熔炼为一炉的结晶 过去 改天换地对于叶凡来说只是一个说法 他常用的是改变容貌 而今却真的做到了 而且在这座大阵中 这仅是小数 是部分神通的体现 这个浩大的元阵完毕时 也凡精疲力竭 连带着躯体与元神都暗淡了几分 休息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主圣都怀疑 这样就能封住须弥山 不少人心中冷笑 须弥山上老僧魔科一脸的 慈悲色口诵阿弥陀佛号 师主 你的执念太深 须弥徒知返 还是就此离去吧 众金神罗汉 护法天王 菩萨 古佛等全都无惧 一个个宝像庄严 但心中却全都不以为意 一个法阵而已 还能与须弥山相比吗 叶凡一声大喝 凯阵 激活了这一浩大的元树法阵 满天符文闪烁 勾动大地 刹那间让这里风云变幻 乾坤失色 宇宙中 无尽的星辉全部坠落了下来 地下龙气元气等一沸腾 阴阳焦态 封住了这里 要炼化须弥山 轰隆一声 强大如须弥山都一阵摇动 那是诸天星辰的光 压迫下来震撼人心 但是 也仅仅是一阵抖动而已 他快速的平静了下去 有静若磐石 恢复了最初的状态 众人都摇头 与外诸圣与谷族冷笑 觉得叶凡太自负了 难道还真想与谷之大地 较劲不成吗 即便那个人已死了 摩科双手合十道 施主 你这是何苦来在 臣心太重 舍不得放不下 最后只会伤到自己 庸人自招麻烦 你个贼兔子 再唧唧歪歪 将来本座烤了你 龙马大怒非常不愤 天之村的人无奈 一身感可惜 这座大镇的确非凡 逆夺乾坤造化 但是想阵风须弥山 还是不行 叶凡向神残公主 老不死 姬子月等人开口 借地气一用 并率先将绿铜顶 与沙箭置入 原天禁忌神阵中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住了 睁大了眼睛 观察叶凡的阵势 发现了他特意留下的 几个地方 是用以插阵旗的 绿铜顶 沙箭 当即就填补了两个地方 而后 虚空境又补了一个位置 吞天罐与神残岭的 九色战衣一入主 大镇摇动 如谷地复活 仅在这一瞬间 便撼动了虚弥山 原天阵讲究的是什么 借天地大势 化地脉龙气 日月星河来产生威胁 勾动的是天地本源 眼前 也凡所不法阵 直接勾动的是地气本源 焰能不惊天动地 至于地气所需惊气 则是直接接引宇宙 星河鲜辉 茫茫雾埃笼罩 整座须弥山 一下子虚淡了 杀机无尽 这个地方被混沌器覆盖 真正的被疯困了 不谈能否炼化 但此时绝对被隔绝了 声势惊天动地 众人毛骨发寒 全都变色 刚才心中还有不屑 不曾想 转瞬间一切都变了 也许 真的能攻下虚弥山 野人很兴奋 挠了挠乱草般的头发 露出一嘴血白的牙齿 拎着大棒子 对大雷音似冷笑起来 阴阳共济 这解释第一步 钢 代表了强势与杀法 也需柔和力量来化解 接下来 需要诸位辛苦了 大阵封天 雄伟的须弥山 灰红的大雷音死 全都从人们眼前消失了 只剩下混沌物矮在弥漫 这种手段 让每一个人都几倍生寒 真的可以对抗佛门 人族圣体 这是逆天了吗 显然 山上的人也都沉不住气了 催动信仰之力而来 想要主动攻击破阵 然而 结果没有什么悬念 地气杀气无量 直接将涌出来的念力炼化了 我还未动 你们倒先出手了 叶凡冷笑 将一条条符文法则激活 地气发威 开始炼化须弥山 轰隆隆的 宏伟的举山摇动 再也不能似以前那般沉静 要崩塌了一般 发出无量的佛光 这个地方弥漫其古之大地的起击 让大圣都醋眉 让诸雄大经瞬间远去 有多远必多远 生怕被波及 古往今来 何曾有人围困须弥山 真正拼斗起来 佛门从不弱于人 而今却处在了下风 山摇地动 古庙遥产 紫金瓦片哗啦啦作响 像是飞起来了一般 让须弥山不得宁静 该不会真能破开山门吧 山上的护法天王 金身罗汉等一个个簇霉 全都不能超然雨淡定了 皆露出一种隐忧来 地气波动一重 接着一重组合在一起 构筑成一片法则 落向须弥山 像是天界神法海坠落了下来 这天在撕裂 这星辰在遥产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 原天禁忌法阵 就是勾动万物本源 而仅以地气为原 这种威力简直不可想象 浩大的波动上卷九天 下荡九幽 神力潮汐澎湃 大幅大落 盖世滔天 祥和的须弥山成为了战场 化作了恶土 不断摇动 甚至有山石都滚落了下去 似随时都会崩塌 然而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时辰 却始终如此 须弥山攻不破 且山石滚落的差不多了 不再那么剧烈 众人惊悍 这到底是山门还是仙门 都这个样子了 还是攻不进去 须弥山的水也太深了 阿弥陀佛大帝到底刻下了怎样的阵纹 多半不止一种 也凡一声轻弹 都这样了 竟然还打不下须弥山 这可真是让人无奈 以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说 除非有一座大帝沙阵 用他来攻 或者出现一尊准地 让他来主持此地的一切 大圣摩克的声音再次响起 阿弥陀佛 善响 善响 虽然雨带慈悲 但在这种境地下 却是挑衅味道十足 即便以几件地气为本源 进行攻法 意识不成 不过这种禁忌阵闻 终究是隔断了 须弥山与外界的联系 将此地疯困 如一座牢笼 佛门无力攻处 佛门山门被封 整座须弥山从世界消失 隐于混沌物矮中 这个结果也很惊人 让朱雄砍得呆呆发愣 这一战后 无论结果如何 叶凡威名都要明动藏地心 震慑住各族强者 连须弥山都敢封住 还有什么不敢的 叶凡冰冷地说道 形势所逼 而今疯困了须弥府门 接下来就以柔来磨吧 瓦解他们的根基 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 若是收手 实在显得虎头蛇尾 他下一步动作 就是打算度化整片溪末